17年的探勘努力 台湾中油公司首度是以国际矿区经营者的角色 在查德矿区开采出了第一船的原油 而今天有95万桶进到了高雄港 载满95万桶原油的大型轮船 缓缓驶入高雄大林烈油厂码头 这是中油历经17年的辛苦探勘 终于将首批原油运抵台湾 第一次在海外担任矿区的经营人 从探勘 测勘到开发生产 到这个油可以运回我们台湾 供应我们国内炼油厂的需要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步 那中油在国人的期许之下也奋力的达成 中油从2003年开始在非洲查德矿区进行探勘 从纪录片可以看见 派到当地的160多名员工 在饮食以及卫生都不好的条件下 终于克服当地环境 发现了具有经济价值的奥瑞油田 辛苦了17年 有了回报 也创下了台湾石油历史的里程碑 终于期盼未来能复制成功经验 继续拓展更多油气资源 写下更多历史新页 记者综合报道